他走了也没有留联系方式 那你说什么东西 我不管 挖地三尺都要把这个素材库给我找到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季总好 季总好 季总 邵总在里边等您呢 领带打反了 我这不下班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哇 这个盒子用了森保机关 外行是打不开的 果然 这做建筑的手就是巧 可你做那么多都只能自己打开 你不无聊吗 无所谓啊 说吧 还做什么 还不是因为你终身大事 李小姐今天打电话回去了 老爷子被气得半死 说最近要亲自找你谈话 你小心点 本来就是爷爷擅作主张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 那你倒是主动点啊 你要有心仪对象的话 老爷子也不至于每天催命似的催着你 谁说我没有 你有 好 那你说说看 最近一次和女生这个 亲密接触是什么时候 想得起来吗 今天下午 啊 什么 我 我听错了吗 会这样 到什么程度 偶发意外的程度 偶发意外的程度 也就碰到了下 他 碰到了 碰到什么呢 是 是亲家一起了 他 谁主动的 好像是我 对我找什么样 多大年纪 好不好看 没兴趣 找人 谁啊 我男神准确地说是我的男主角 那人不会死了吧 不是二次元的吧 你俩真有默契 你俩是朋友吗 请我来的 不是怎么可能 你就数三娃的 红枪铁壁刀枪不入 你要是有恋爱那个神经 还至于单身到现在 我也不行啊 恋爱这个东西 压根就不在你的金图谱里了 要不然你早就被我迷倒了 哪还至于被刘夏剪了 疼疼疼疼疼 你俩尽情地笑吧 我也觉得自己不可思议 竟然会对陌生的男人产生感情 我觉得我大概是犯晕了 所以啊 赶紧来找个人破型我吧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跟你们说啊 我老板也这个德行 那就是行走的冰川 做人 讲话都不带人味呢 但人家年纪轻轻就拿了行业最高大奖 那本质啊 和颜值那都是套 还要什么情商 七娘啊 你的男神可别也是这款啊 不会是的 你干什么呢 你干什么呢 我还要保留 你干什么呢 我还要保留 你干什么呢 我还要保留 你干什么呢 你不是东西里面 我还要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